昨晚,一名史丹顿岛的警员在街报处理一宗家庭纠纷案件,警方到场后,涉案的男子口出狂言,挥舞砍刀,一名警员在与该男子对职中受伤,而该男子当场死亡。 事发于昨晚10点左右,史丹顿岛警员接报处理一宗家庭纠纷事件,到场后,于沃兹沃斯堡附近的30 Bridge Court的小巷里发现受爱男子,警方表示该男子手拿约14英寸的砍刀并向警方喊道,打死我吧。 执法人员透露,到场的警员试图阻止,以及使用电击枪制服该名男子,但不成功。随后,警方连开10至12枪将男子当场击毙。 期间,一名警员受伤,受伤的警员随后被送往史丹顿岛大学医院接受治疗。 院方表示,虽然警员受伤严重,但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 对于此次的事件,史丹顿岛居民表示,对发生这起事件感到很震惊,呼吁警方加强执法维护治安。 市长白思豪也在事件后表示,将于今日晚些时候前往史丹顿岛看望受伤的警员。 上周五,于布鲁克林食品援助中心,市警的一对警员试图从一位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孩子。 这一视频被曝光后引起众怒,警方宪证就事件进行调查。 事发于上周五下午1点左右,因纽约人力资源管理局无法赶走一个他们称之为麻烦的人, 并造成走廊拥堵之后,警察接到报警后来到食品援助中心。 警察局表示,当警察到达中心时,他们命令这位坐在地上的女士离开,但她拒绝。 根据于这段发布在脸书上的视频画面显示, 一位名叫贾斯敏·海德里的23岁的年轻母亲, 坐在波恩兰姆社区食品援助中心的地板上。 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员试图从这位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她年幼的儿子, 并拖着她穿过房间。 而其他的在场警员也纷纷加入试图分开这对母子的行列。 目击者称,这位母亲一度平躺在地上, 似乎在说我求求你了,放过我的孩子。 随着更多的警察到达, 一名警察拿着疑似电击棒的物品指向抗议人群。 发布视频的莫奈·辛克莱写道, 因为没有椅子,这位母亲坐在地板上和一位保安对峙。 辛克莱在视频的字幕中写道, 这位母亲和保安僵持, 所以她叫来了警察, 结果成了这样, 她一直抱着她的孩子。 昨天,市议长张胜呼吁对这段录像进行调查, 并表示该行为是不可接受, 令人震惊和令人心碎的。 张胜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 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警员与纽约警察局又如何证明这件事件, 看着这段视频真的很难受。 纽约市警察局称, 他们正就调查这起令人不安的事件。 昨日, 纽约联邦参议员舒默宣布, 他的办公室已经了解到, 大都会捷运局很可能无法在截至期限前 安装精确列车控制系统。 舒默9日在纽约中央车站举行的新闻华部会上表示, 大都会捷运局将寻求另一个延期, 这样就不必在2018年的最后期限之前, 安装完成安全装置了。 舒默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 民众希望列车可以准时, 也希望列车是干净的, 但最重要的是希望列车是安全的。 据了解, 根据联邦法律, 安全装置PTC系统本应该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投入使用, 但这个期限被延长至至少三年。 舒默表示, MTA有足够的时间以及资金来改善列车系统, 并且认为延长这一期限根本没有必要。 他质疑, 大都会捷运局为什么北方铁道、 长岛铁道、 纽约是地铁要花这么长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据悉, 在三州、地区以及全国各地发生多起造成人员上网的列车脱轨事故后, 联邦政府制定了2018年底之前, 安装精确列车控制系统的最后期限。 大都会捷运局表示, 他们不会延长两年之久, 但由于他们已经达到了联邦铁路管理局为2018年制定的某些基准, 他们有资格再用两年时间完成安全措施的安装, 希望在联邦铁路局规定的额外两年时间前完成整个系统的推广。 周日的凌晨, 布鲁克林发生了一起汽车箱撞事件, 致使一名下班的消防员死亡。 目前, 警方仍在寻找肇事嫌疑人, 呼吁市民提供线索。 事发于昨日凌晨4点40分左右, 位于布鲁克林海湾第八大岛和海岸公园路附近。 受害的消防员名为法医扎尔·科托, 今年33岁。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赶到现场时, 该消防员躺在一辆2008蓝色福特野马汽车旁, 已经失去知觉。 随后, 该消防员立即被送往康尼岛医院进行救治, 因头部遭到严重的创伤, 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 在医院宣告死亡。 据报道, 科托已经在纽约市消防局工作三年, 目前警方怀疑该事故是一起怒怒事件, 并将继续调查该案件。 警方呼吁市民如有线索提供, 可以致电扑灭罪行热线, 800577-8477协助破案。 市议员罗德·里格兹昨日公开宣布, 将参与角逐纽约市公益维护人的职位。 市议员罗德·里格兹自2009年当选市议员以来, 一直倡导保护移民企业家, 控制租金, 以及维护骑单车人士安全等议题。 昨日, 他公开宣布将参与到 绝逐市公益维护人的行列中。 他表示, 公益维护人的职责是保护 每个纽约市居民的权益, 而他的首要任务则是学校、 稳定租金以及保障小商贩的权益。 据了解, 市公益维护人一直是在1993年创立的民选职位, 其职责是监督市议会更有效地解决民意问题, 也是纽约市仅次于市长的第二高级别政府官员, 同时也是纽约市长一直出现变故时的第一顺位继任人。 据此前报道, 因现任市公益维护人詹乐霞在上月的中期选举中脱颖而出, 当选纽约州第一位非裔总检察长。 因而有市议员提出取消该职位, 反对者普遍表示, 公益维护人创立以来似乎并无实际用处, 精选该职位的人仿佛只以此作为竞争更高职位的跳板, 因而不应该每年花费300万美元维持这一职位, 但遭到市长白色豪的反对。 纽约大都会捷运局将于明年的3月再次提高地铁票价格, 目前有两个涨价计划等待董事会投票选择, 而今晚大都会捷运局将在布鲁克林的长岛大学校区举行公听会, 民众可提早注册提供建议。 纽约市大都会捷运局目前有两个涨价方案, 等待董事会投票选择。 社区公听会也从11月27日开始至12月11日, 在全市5个区以及长岛Westchester和哈德逊河西部地区陆续举行。 今晚5点,公听会将于布鲁克林长岛大学校区Cumber Thea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如期举行, 据了解,大都会捷运局的两个涨价方案, 一个是单程地铁票价维持2.75美元不变, 但取消买多奖多的现金奖励, 7天地铁通勤票从32美元涨至33美元, 月票由121美元涨至127美元。 第二方案则是单程地铁票价涨至3美元, 但买多奖多的现金奖励提高至10%, 7天地铁通票也是涨到33美元, 月票涨到126.25美元。 消息人士透露,地铁涨价后每年可以增加4%的收入, 但地铁和公车服务以及维修工作也会相应的减少, 到2022年仍会有11亿美元的赤字。 纽约知名大学长岛商学院在上周四举行了建校50周年庆典, 此次庆典在皇后区的法拉盛校区举行, 出席现场活动的嘉宾包括纽约州参议员Toby-Ann Stavisky女士, 纽约市议会第20区的理事会成员政治家顾雅明先生, 以及Mercy College代表等等。 长岛商学院致力于让更多社区华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不仅信守连续8年不涨学费的承诺, 并且积极帮助有困难的学生申请政府教育补助以及各项奖学金, 助力学生顺利完成毕业。 长岛商学院在佛拉盛已经有17年了, 去年年底我们得到纽约州政府Border Regional Accreditation, 同时把我们学校发的学位从Associate Occupational Science 变成Associate of Science Degree。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长岛商学院也在努力升起, 以后我们这里也可以颁发本科的学位。 Wei wolf力说 »The school is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students receive top quality education in fields that are really in demand and that's what we've done for the last 15years and that's what we'll continue to do in the upcoming years and decades. We create pathways to success, we have graduated thousands of students, many of our students have gone on to get masters degrees, some of them even doctorates, 如果您有入学需求,请致电888-5424-443,获取免费的咨询服务。